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趕快來歡迎我們今天要PK 親子料理的兩位兩大美女 而且我們在她身邊 都已經相形失色 因為她們實在是太高了 來 歡迎最近出血真集 而且超級火辣 歡迎賴玲恩 哈囉 大家好 妳可以送給妳 妳知道我們剛剛這一本 妳帶來現場的時候 所有的工作人包括攝影師 都搶著要翻 因為裡面實在是太性感了 終於出血真集 可以稍微先翻一下嗎 請翻 但很辣喔 這個就只要七下一點 4號攝影師現在開箱 有沒有 好 但它也有比較可愛風的 這個有可愛風 這是可愛風 來 這個有可愛風 有啊 可能是可愛風 好啦 這個啦 這個是不是啦 這個是可愛風 這是打枕頭戰 有沒有 這個也太辣了吧 旁邊這一張 很辣對不對 所以妳裡面總共換了幾個造型 如果正確來說 應該差不多五六套的造型 但是都分開來穿了 恭喜玲恩發寫真集 很好看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要跟玲恩PK 這個身高比她更高了 也是一位大美女 歡迎王影萍 哈囉大家好 我是影萍 影萍你有考慮要出寫真集嗎 是有想過 可是就是這一切都還在計畫當中 真的 如果你出寫真集 應該也會很有看透 你說哪方面 身材的部分 都妳的腳 妳的腳跟她的腳 因為妳快要180嘛 對不對 所以妳出寫真集的話 妳剛剛她那個姿勢 有沒有像我們這種擺就是 哈比人啊 我們這種就是哈比人啊 不會啊 我覺得那個是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啊 還有攝影師 我覺得這個的默契要好 這樣拍出來的那個角度 其實我很辛苦 對 我拍的時候 因為攝影師要第一角度 妳的腳才會看起來長 他都已經躺在地上 他應該是趴著拍 就一直這樣趴著拍 然後他還會說 然後那個自然自然 但妳屁股在嘟 在翹 我想說自然怎麼會是 還要再翹 那第一天拍完回家全身痠痛 真的 不過看到那個寫真集 拍出來很漂亮 所以很值得啦 希望大賣囉 謝謝 好 當然今天我們兩位 是要來PK料理 要做親子的料理給小朋友吃 營養的部分 就交給我們的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大家好 好 那我想要問一下說 影評 妳上次有來我們節目當中 有做菜嘛 沒有 我那時候還沒做菜 我那時候是做果汁 果汁 地瓜葉 牛奶 妳忘了 對 妳知道妳那道料理 妳一播出去之後 我媽馬上回家就打了一杯 妳跟我說非常好喝 然後是不是也有親宿變那些的 也有 她說她隔天非常的順暢 所以我們就很期待 妳今天會帶來什麼料理 那妳平常在家都做什麼料理居多 其實妳知道今天的那個料理 對我來說我有點頭痛 因為其實這個對我來說很困難 我的拿手的是湯的料理 像什麼人參雞啊 麻油雞啊 什麼要燉排骨那些湯類的 我都OK 湯類的話就是東西通通都丟進去 沒有 這個 真的嗎 沒有 像你看麻油雞 麻油雞的話 麻油妳還要用現炸的麻油 要先炒過 然後跟老薑 妳要先炒過了以後 然後再加上全部的米酒 連水都不能喔 所以今天這個料理對妳來說 是個大挑戰 好 那我們就來聽聽 跟妳一起PK的 凌恩妳平常做菜嗎 我做 妳做菜 妳平常都會穿那個嗎 圍裙 妳圍裙嗎 對啊 真的 真的真的 為什麼有可定格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這麼辣 妳知道裡面那個圍裙 真的太辣了 對啊 而且我拍完之後 我還帶回家 太可愛了 各位男士們 想要看嗎 想要看裡面什麼圍裙嗎 請買它的小生集 好嗎 我很喜歡做菜 平常都做什麼料理 下酒菜 下酒菜 對 喜歡晚上小酌兩杯 對 快炒類的 了解 可以搭配一下 比較重口味的人 今天兩位PK 因為我們最喜歡看美女做菜 每次美女做菜 收視率都會飆高 待會兩位好好來表現一下 好 當然我們今天 到底是什麼特選食材 我們要趕快連線給我們的 外景特派員大凱 今天大凱又帶了我們 幾位可愛的小幫手 一起去市場找食材 就是娛樂特派員大凱 奇怪 怎麼我的小幫手 還沒來呢 在哪裡呢 怎麼你們三個好可怕 來…上來…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任務是什麼 好不好 來 Ryan…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來喔 1 2 3 小幫手 小黃瓜三根 三根 你們知道 你們剛剛有看腳本對不對 你們怎麼會知道啊 阿姨姊姊跟我們講 什麼 誰跟你講的 看 喔 你怎麼偷看 偷看我的任務 好 沒錯 我們今天要找的就是 就是小黃瓜三根 至於要去哪裡找呢 來…我們先暫前討論一下 小黃瓜三根 你們覺得要去哪裡找 剛剛賣番茄的 剛剛那裡 剛剛 賣番茄的 你們剛剛有來 你們剛剛已經去廠刊過了嗎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立馬出發 走 走 等一下 去賣番茄的地方 看到了我們的任務 去什麼 賣番茄的地方 好 但你們還認得 賣番茄的路在哪裡嗎 那我自己在怎麼走 唉唷 你現在在走的嗎 給你吃 吃什麼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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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番茄 謝謝姊姊 謝謝姊姊 真的好開心喔 叫我姊姊 來囉 你看喔 我們剛剛吃了番茄 我跟你講 番茄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好吃 OK 謝謝姊姊 走走走 出發 什麼 這麼快就找到了 你找的這個是 你確定這個是小黃瓜嗎 對 這個很彎耶 你確定它不是拐杖嗎 不是 你們確定它是小黃瓜嗎 確定 你沒有發現它們長得很不一樣 這個很彎耶 你去 唉唷 可是它也有 可是它也有 其實它也有刺刺 喔 它也有刺刺 所以你們確定是它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完成任務 我們是不是要來跟老闆說 老闆我們要買小黃瓜三根 來 噹聲跟老闆說 老闆我們要買小黃瓜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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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老闆說多少錢 你問老闆說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算你55塊就好喔 算你55塊就好 老闆算你比較便宜 收你100塊 我再會找錢給你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老闆 老闆長得很厭熟啊 老闆帥不帥 帥 帥 帥哥老闆 好 那有30塊就好 哈哈哈哈 來 算你30塊就好 找你70 好 謝謝你 謝謝老闆 謝謝 我們謝謝老闆 謝謝 好開心 走走走 我們剛剛大家都拿了小黃瓜 對不對 謝謝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老闆 幫我們介紹一下 小黃瓜要怎麼挑選呢 其實一般喔 因為我們這是有機的小黃瓜 那一般人習慣挑小黃瓜 會喜歡挑這種 比較長 比較直 但是呢 有機呢 它其實長得比較天然 所以有時候會帶一點歪 甚至呢 有大小頭 甚至像這樣子 其實呢 只要前後摸起來 它是硬的 就表示它新鮮 就是前後的頭 前後摸起來是硬的 來 摸起來是怎麼樣 硬的 硬的 來來來每個人都摸摸看 有沒有硬硬的 對 可是可以軟的 軟的 中間是軟的 可是頭 Ryan頭是不是硬的 你摸這邊 是 頭很硬對不對 這個也是很軟的 老闆可是那 因為一般消費者 有時候都會要求說 小黃瓜要很直很長 這個有跟口感啊 或者是營養健康有關係嗎 其實跟口感跟營養都沒有關係 那天然的東西 本來就是 像我們人一樣 高癌胖瘦 所以呢 它是天然的 長的就是這樣子 也不要特不刻意去強求 因為有一些東西 如果你要它特別值 那要特別的方法 那我們這種天然有機的東西 它不會去做刻意的處理 所以呢 長相都會是這樣子 了解 那我剛剛看到你 就是你在包小黃瓜的時候 特別用紙包起來 這個是不是在保存上面 有什麼特別的訣竅啊 對 我們那個是食品級的包裝紙 那用那個包起來的話呢 通常的保存期間 可以稍微久一點 那正常小黃瓜可以放火酒 其實 如果 東西還是要新鮮吃啦 那如果說 你適當的保存 放在冰箱裡面的話 你放這三天 所有是都可以的 好的 那我們剛剛呢 成功的挑選了小黃瓜 我們也先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所以呢今天我們的任務怎麼樣 一二三 成功 至於小黃瓜 要怎麼煮茶和好吃 又營養呢 就讓我們給我們的 好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就是大家很喜歡吃的小黃瓜 那接下來我們要關心一則新聞 因為最近呢 年關將至 很多人都來來 開始陸陸續續的 對會尾牙唱 那尾牙就大不了 就會喝兩杯嘛 喝了過頭之後 別人催你酒之後呢 隔天就宿醉了 但是你知道宿醉是怎麼辦呢 接下來這個新聞 你要仔細看 大量蛋白質可以先墊底 隔天一樣可以幫忙控宿醉 營養師建議全麥麵包 搭配低脂牛奶 是第一選擇 維持血糖穩定 防止營養流失 接著羊排搭配地瓜 對於維他命A 和甲離子的流失 有嚇阻作用 番茄 香蕉還有柳橙汁 豐富的維他命B和C 甲離子更是酒後的好朋友 早上可以打一杯 比如蔬果汁 那我們會建議用一些高甲的食材 比如說你可以用一點香蕉 然後用蘋果 或是芹菜 鳳梨 另外加強代謝 每小時200到300CC的補充水分 也可以加速宿醉減緩 宿醉難受能不喝就別喝 一茶代酒才是王道 中間新聞將浩凡後配音 台北報導 其實現在坊間有賣很多 解宿醉的飲料 然後還有人會告訴你說 有些就是喝酒的老鼠 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宿醉的話 你就是鼓起勇氣 再給他喝一杯威士忌 那個宿醉就會解除了 騙人的吧 但我到現在還沒試過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在唬爛我 對 那到底 到底宿醉怎麼解呢 小黃瓜有辦法嗎 其實小黃瓜非常有辦法 因為其實你要讓酒精代謝出去 其實你就要趕快增加排尿的機會 對啊 那所以一般你看有時候 會建議就喝水 但是喝水有時候 大家會覺得 喝水好像沒什麼用 事實上你確實可以選一些 高價的食材 小黃瓜它好在哪邊 第一個小黃瓜 它是在所有蔬菜裡面 它水分含量非常高 它大概100克裡面 它大概有占97% 它都是水分喔 真的喔 對 所以其實你在這裡 你這樣吃它其實你會覺得 滿有水分的這樣子 這難怪我們以前就是什麼 夏天出去曬太陽 然後曬完之後皮膚缺水 當然會有人弄小黃瓜片 貼在臉上 對 然後在美國 其實他們也會建議 就是出去露營 或什麼時候 其實可以啃小黃瓜 那也可以補充水分 因為小黃瓜裡面 有一些電解質 其實你在喝酒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電解質 要不然你電解質很容易流失 或者喝完酒之後 容易抽筋或頭痛 那其實都是電解質流失 所以反而你補小黃瓜 可以補水 又可以補電解質 而且它有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我們知道喝酒 其實熱量有一點高 那你隔天 你希望說趕快解酒 但是熱量不要太高 它比一般的蔬菜熱量更低 因為一般蔬菜 大概100克是25大卡 但是它是100克是15大卡而已 所以它熱量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小黃瓜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除了可以解酒之外 它其實熱量非常的低 然後小朋友 如果不喜歡喝水的 你反而可以建議他 從蔬菜裡面來補充水分 所以小黃瓜是很好的選擇 所以就建議 如果大家出去喝酒的話 像現在尾牙腸 你就隨身包包放幾根小黃瓜 對不對 真的 吃完之後馬上補充水分 然後大家都會覺得 你真的很奇怪 這是有病 所以是隔天 隔天再吃 你在打一些蔬果汁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可以多加一點小黃瓜 對 或者是說你在喝酒的時候 你就自己準備小黃瓜涼拌 拿起來吃可以補充水分 好奇怪喔 對 當然我們今天有說到小黃瓜 它其實有很多好處 譬如說它水分很高 或是有 是有美白的功效 它其實本身水分高之外 它可是帶有一點維生素C 但是因為你看我們小黃瓜 很多料理都是兩半 為什麼 因為維生素C怕熱 所以盡量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要料理小黃瓜的話 你溫度不要太高 或者是說你真的加熱 你趕快把它拿起來 不要讓它煮太久 最好最好其實還是生吃 或是有點醃一點點的 這樣讓它可以 就是有點脆脆的 對 那維生素C比較不容易流失 可是我之前有看書上 就寫說只要是瓜果類的 譬如說什麼大黃瓜 小黃瓜 什麼只要是有什麼什麼瓜的 感覺好像都是比較寒是不是 對 其實因為瓜類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它會比較冷 所以其實有的人 它可能覺得不適合 冬天的時候吃 但是其實有個解方就是說 你可以加一點大蒜或是加一點薑 所以比如說你在做 辣椒也可以 辣椒也可以 也很好 所以其實你就是 讓它有一點發熱的感覺 所以如果在做小黃瓜料理的時候 如果女生她怕手腳冰冷 你可以加一些辛香料進去 那就綜合掉了 我想兩位美女應該都很喜歡 吃小黃瓜吧 如果是涼拌的小黃瓜 還滿好吃的 對 但是今天不能端出涼拌小黃瓜 當然 好 直接端出一根一根的小黃瓜 直接啃小黃瓜對不對 好 今天兩位美女到底要帶來 什麼樣的小黃瓜料理應戰呢 首先要來看看林恩的 漫波魚黃瓜卷 漫波魚黃瓜卷 感覺是 在花蓮會吃得到什麼料理 有沒有花蓮很多漫波魚 漫波魚膠質很多 很多膠原蛋白 在搭配小黃瓜 很清爽的感覺 這看起來就很美 那妳漫波魚到底在哪裡 在裡面 在裡面是 照片看不太出來 但是其實就是 在這個裡面 在裡面 把它捲起來了解 好 漫波魚黃瓜捲 那影萍今天帶來什麼料理 我今天帶來的是 小黃瓜優格麵包 對 然後 可是因為其實它有點 跟那個圖片上不太一樣 因為我其實上面呢 我裡面有加了小黃瓜 然後也有加上鮪魚 因為我覺得鮪魚 搭配麵包的話 我裡面也會加一些不同的東西 除了有兩位原來PK之外 我們當然要介紹 我們四位可愛的小小評審 來介紹是 Jasmine Yeah Rachel Yeah Roy 還有Steve Yeah 好 四位小朋友 待會就是你們兩位的小幫手了 我們趕快來進入PK賽 好 影萍要先來幫我們做這道料理 其實是小黃瓜優格麵包 然後食材有什麼 請明明幫我們拿一下 小黃瓜300公克 薄荷葉一把 大蒜兩半 檸檬汁一小匙 優格200公克 橄欖油一小匙 黑胡椒粉適量 鹽適量 水煮鮪魚罐頭一罐 法國麵包一條 還有有鹽的奶油少許 沒錯 那做法簡不簡單啊 其實我覺得對大家來講 應該很簡單 很簡單對不對 因為它這其實沒有要用炒的那些 只有最後的麵包 這個要稍微的煎過 好 那怎麼做呢 然後首先呢 我們小黃瓜洗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先把它切對半 因為其實都 通常都一定要先醃過嘛 是 然後像我 其實我會把裡面的籽 稍微的把它去掉 我突然覺得我身高沒有那麼高 也滿不錯 因為影片那麼高的話 這個琉璃台還要整個這個 對 很辛苦 沒有 這琉璃台就來講實在是 對啊 我們是超輕鬆的 然後你就這樣子以後 泡那個鹽水 所以你要把中間的那個 對 我通常會把這個籽拿掉 拿掉以後像這樣子 這樣泡過鹽水 就是鹽巴 然後抹在那個碗裡面 搓一搓 搓一搓以後呢 然後把它放在碗裡面 然後浸泡了差不多十分鐘以後 然後你再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了以後呢 就會變成這樣子 我們再用那個火水 對 因為你不能用自然的水 你一定要用就是像 過濾過的水那種 對 過濾過的水 然後泡過把那個鹽巴的成分去掉 是 接下來呢我們小黃瓜就是這樣 然後要瀝乾 我們就拿這個籽先把它弄乾 這個要現在我們先做它醬料的部分 你要按喔 你要幫我按嗎 但不能弄斷喔 小小小粒的按喔 小小粒就這樣按 你跟Steve一起分工合作 他們兩個也太可愛 好 可以嗎 好了好了 謝謝 謝謝我的兩個小幫手 好 然後再用丟線 丟到那個果汁機裡面出現 我怎麼發現影瓶很喜歡用果汁機啊 我這來也是果汁機耶 用果汁機打來打去的啊 我覺得果汁機是非常好用的 這是我們的好幫手喔 對 沒錯 然後我們就加了小黃瓜進去 然後還有 果汁加力氣 對啊 然後還有薄荷葉 薄荷葉也要洗乾淨 然後放進去以後 大蒜兩顆 大蒜 對 直接放進去了 然後先這樣子先打 好 先打了一下下以後再加其他的料理 好 打一下下 你告訴我 好 這個時候 味也要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接下來 天啊 這個好香喔 對 全部都是那個香草的味道 你要聞嗎 你要聞嗎 有薄荷的味道 你聞聞看 很香吧 香脈 香脈 有薄荷的味道 很香喔對不對 有香脈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還要再繼續加其他的 因為這些先把它拌泥了以後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檸檬汁 檸檬原汁 不用加太多 因為怕小朋友就是會 會覺得太酸 對 然後就是加這樣子 好 你喜歡檸檬嗎 你喜歡嗎 檸檬汁 然後接下來優格 優格上場了 好 今天選的是原味的優格 對 因為你不能加什麼草莓醬 然後加那些會很奇怪 對 優格整罐給它倒進去 對 兩罐還是一罐 一罐一罐就好了 一罐就好了 為什麼有兩罐 好 只是要先放在這邊 給你們看的啊 好 這邊先 好 這裡要再打一下這邊 好 給你的手 沒關係 你可以讓它繼續打 我直接從這邊加 好 你這個加什麼 這個是橄欖油 好 橄欖油 因為你必須要讓它有 就是 油放進去裡面的話 它才會那個 醬料才會有勾勾的感覺 那我先 好 橄欖油 OK 那我先把這邊切 好了 有狗狗了嗎 有狗狗嗎 有一點狗狗 好香喔 為什麼有一種 很香嗎 不要聞 什麼羊樂多的味道 那是優格的味道 優格的味道 等一下蓋給你聞 等一下倒出來都給你聞 等一下喔 好 你們兩個人來幫我 可以幫我這樣把它 戳散了 弄散散的 弄散散的 一人弄五分鐘 好 沒有五分鐘 五分鐘沒有五分鐘 三十秒 三十秒就好了 五分鐘 這個時候他們在用的時候 我們就來切 輕一點 切那個八國麵包 因為像這種的話 它其實裡面有加東西 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比較 胖一點的八國麵包 好了解 這樣子也比較好切 是 然後像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小朋友的話 我會希望是 把它切的是 像這樣的 薄薄片的 因為我覺得切斜斜的話 可能太大口 他們沒有辦法 而且我看到影瓶在切那個薄片的時候 感覺很像是 我們去那種高級飯店 會吃到那種 對 然後通常你就這樣 切成這樣子薄薄的 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 就是會加 這樣子的奶油 因為我可能 做一次的話 我可能切個八片 對 八片以後差不多這樣子的奶油 這樣子分量的奶油 對 然後我就是會去 放在鍋子裡面 煎 對 煎 煎完了以後呢 它就會變成這樣酥酥的 你看它會變成這樣子 酥酥的 顏色好漂亮喔 然後聞起來 就是奶油的味道不少香 這樣就很好吃了啊 不行啊 你要在其他的這樣比較好吃 好 攪完了嗎 弄完了 你們好棒喔 剛剛已經搗散的那個鮪魚 是水煮鮪魚對不對 是水煮鮪魚 因為我覺得就是 其實鮪魚不用加太多的醬料進去 它其實就很好吃了 而且通常模特兒才不會吃什麼 油脂鮪魚 對 它不會吃油脂鮪魚 對啊 油脂鮪魚它還會健康 它熱量滿高的 我覺得水煮的就已經很香了 對啊 很香 然後本身鮪魚就有油脂了 對啊 你要加什麼 這個時候我會加入黑胡椒粉 OK 就是這樣看起來比較可口 嗯 然後其實這樣子 他們吃起來也不會 好香喔 他們吃起來也不會說有辣辣的感覺 對 好 在影評做的同時 當然我們每次看我們就是娛樂的節目 都要給大家一些小小的嘗試跟知識 讓大家來猜猜看 你的知識是不是對的呢 我們這一題目呢 是說下列敘述何者不是 新鮮小黃瓜的條件之一 不是喔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B 顏色越翠綠越好 C 越染水分越多 林恩 你要不要來猜猜看 不是喔 C吧 C 越染水分越多 是A吧 是A喔 所以喔答案出現分歧囉 不是喔 C C嗎 好 兩位都選C是 越染水分越多 恭喜兩位都答對囉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辦法一心而一用到 真的喔 我在那邊很努力的那邊講 然後結果突然你長官問我 什麼題目 伊莉幫我們解釋一下 對 其實如果你要挑新鮮的小黃瓜 我們在講說 第一個你要讓它的這個 拿起來之後 它不要是軟軟的 要比較是脆的 然後硬的 直的 然後再來就是你摸上面 有越多刺 代表它其實是越新鮮的 我一直以為 有摸到刺的感覺它凹凸不平 它成長過程很艱苦 沒有 其實如果你是採下來的小黃瓜 其實它相對它的刺會越多 你會發現如果你放越久 比如說放個三天 五天 甚至於放在冷藏裡面 它慢慢的它就會那個刺都會脫落 那代表其實它已經放有點久了 了解 對 然後越軟 代表水分其實不是越多 是代表它越不新鮮的 是 好 我們上到一刻 原來刺越多的小黃瓜是越好 是越新鮮越好 但是要選擇不要軟軟的 對 不要軟軟的 好 瑩萍你現在在做什麼呢 我現在在把鮪魚 先把它放在已經烤好的麵包上面 好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小朋友吃起來就是 這個一口一口的他們比較好 我總覺得這樣子就很適合當早餐 我覺得很適合減肥 減肥的早餐 對啊 減肥早餐 減肥早餐 對不對 那這個醬呢 就把它淋上去是不是 對 想吃 我的舊餐 還沒 不行 等一下嘛 要嘛也是我先吃 不然就是評審掌 評審掌 評審掌 你是評審掌嗎 對 它現在在嗆名說它是評審掌 可以有這樣子啊 對 然後這個時候我其實我上面 我會有點放一些螺爛葉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看起來 比較漂亮 OK 好美喔 漂亮 然後吃起來也有香香的感覺 而且這道料理真的非常簡單耶 很簡單 而且我覺得營養那些 全部都也不適合 我覺得你好適合去代言 什麼植物調味料 果汁機 它每次來我們節目 全部都是用的被打一打 然後弄完就好了 對 然後這是我稍早在用的產品 很漂亮耶 小黃瓜優格麵包 這樣子就完成囉 非常簡單 而且又感覺很適合名模 然後或者是你在減肥的時候 媽媽吃 那我要問一下怡里 那個營養成分如何 對 如果媽媽想要當名模 真的要學好這一招 真的喔 真的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其實在做這種料理的時候 熱量最高一定是來自於它的醬料 像一般通常會用一些美乃滋 或是一些高奶油的東西下去做醬料 那今天真的模特兒不一樣 它確實是用低熱量 因為小黃瓜優格我剛剛講 它比一般蔬菜熱量又更低了 然後它用一些 比如說像大蒜 其實也都是所謂辛香料的部分 又可以促進代謝 檸檬汁的部分 所以它等於是醬料的部分 它整個熱量是下降一半 而且它其實味道應該還滿足夠的 而且水分又多 然後它用了魚的部分 那魚真的要千叮零萬叮零 如果是媽媽要減肥 確實可以用一點所謂的水漬的鮪魚 那水漬鮪魚 其實本身鮪魚就已經有油脂了 你就不需要額外的油脂 但是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其實這兩種也是都可以選擇 不過因為現在小朋友其實怕太胖 或是有的小朋友其實怕他的 現在小朋友很多有脂肪乾的問題 以前老人家不是說什麼 小時候的胖不是胖 但現在的小朋友已經不適合用這句 而且小朋友太胖會影響到長高 會影響到身高 所以其實小朋友也可以選擇水漬的鮪魚 所以其實他這一道啊 其實小朋友當點心他是非常優質的 而且是營養均衡的 然後媽媽其實也跟著吃也不怕胖 我們真的要學起來 原來model都是吃這些來減肥的 可以養顏美容 謝謝我們影響做的料理 接下來就換林恩囉 好 接下來換林恩要幫我們做這道料理 是漫波魚黃瓜卷 是非常有膠原蛋白的 是 食材有什麼呢 漫波魚黃瓜卷用了什麼食材呢 包括了有漫波魚皮 薑 芹菜 紅蘿蔔 小黃瓜 醬油 鹽 油 米酒跟黑醋 OK 漫波魚皮 這個真的是比較少見一點 在菜市場比較難買得到 對 你們從花蓮空了 其實現在有很多網路購物都有 網路購物都有 好 那做法怎麼做呢 好 首先呢 我們要先把這個小黃瓜 用刨刀刨出像這樣的片狀 像這樣子是不是 對 剛好有一個刀狀 這也太薄了吧 你直接這樣壓著 對 就這樣 這麼輕鬆 我看一下 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真的耶 厲害 我還在想說 這個到底怎麼弄出來的時候 你的刀工大概唸個20年吧 就這樣刨... 刨出來這樣子一條一條的 對 一條的 然後我可以 如果你覺得前後不太美觀的話 你可以把它前後切到 刨完之後呢 就先把紅蘿蔔切片 OK 切片 然後切片之後呢 再把它切絲 就變這樣 好 把它切成絲 然後把它切 我沒有吃過這樣子 對 妳也有吃過 沒有啊 我也有吃過 好 然後切一切之後呢 就會變成 變成... 紅蘿蔔把它切 片 切完片之後 切絲 然後再切末 OK 那薑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道理 就是妳先切成片 切片之後 然後切絲 對 然後最後再切成末 全部的順序 全部的順序都是一模一樣 都是一樣的 對 OK 那切完了薑末 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對 OK 然後再來呢 芹菜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妳這一照料也是 展現刀工具 從頭到尾就是 我們這個是先切片 然後再切絲 最後就切成末 這個先切片 再切絲 再切末 芹菜呢 妳不用切成片 它原本就已經是一條一條的 OK 那就切成末 有 其實有些人啊 他會利用切菜的時候 來疏解那個壓力 對 他會覺得這樣切切切 他會覺得心情比較愉快 真的嗎 有嗎 切成片的時候心情不好笑 就切成末 就把它切末 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切成這樣末 好 我不喜歡吃茶 這樣子 我也不喜歡吃茶 我真的很抱歉 那我先去旁邊喝一杯酒 好 好 接下來就是 曼駁魚 曼駁魚皮 曼駁魚皮呢 怎麼了 一模一樣 先切成條狀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因為它有一點那個 它滑 它摸起來是滑滑的 對 它是魚皮 對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 因為它真的會有一點滑 會滑掉 對 而且如果你曼駁魚皮 你不跟我講 我以為這是國宅條 對 或者是說什麼 白蘿蔔 白蘿蔔絲 不能拿 你不能拿 好 好 先示範 對 好 然後切成塊狀 既然提到了曼駁魚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曼駁魚 富含很多的膠原蛋白 然後呢 就要考考大家 曼駁魚的小嘗試小知識囉 觀眾朋友也可以 跟我們一起來猜猜看 曼駁魚全身肉質都很鮮細 產量不多 要請問大家 曼駁魚身上哪一個部位 價值最昂貴呢 A 魚肉 B 魚皮 C 魚腸 曼駁魚身上哪一個部位 價值最昂貴呢 A 魚肉 B 魚皮 C 魚腸 尹皮 你覺得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魚皮吧 魚皮 對啊 因為它通常 曼駁魚皮 對啊 通常聽到的都不會是什麼 魚肉或者是魚腸的 是 那聽到的都是魚皮 然後木魚皮我記得是 有膠原蛋白 懂 了解 好 那林恩妳要選哪一個 知道耶 我覺得 選一個特別的 魚腸好了 魚腸是不是 好 妳是用猜的吧 對 用猜的 好 我們恭喜 林恩答對了 是魚腸 真的 真的是魚腸啊 對 因為曼駁魚肉 就像你今天 這個魚皮 魚皮我覺得 魚滿好買的 魚皮 好 那為什麼是魚腸 其實魚腸它確實比較 它們俗稱叫龍腸 就龍腸 然後把它很高級化對不對 就像那個綠豆芽 把它稱為銀芽這樣子 所以它相對它價錢 就真的比較高一點 對啊 所以它一斤大概有500塊的一個行情價 一斤500 對 這麼貴 比一條魚都還貴 對 它吃起來有點像脆脆的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 它可能比較少去吃這個料理 所以相對它的價格也比較貴 但是它裡面其實也富含了DHA EPA 跟所謂的一些蛋白質的部分 跟油脂 但是我倒是覺得 如果說真的要吃慢波魚的話 魚肉跟魚皮是比較好的選擇 不一定要買太貴的魚腸這樣 對啊 魚腸一斤要500塊好貴喔 所以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貴的魚腸 對 魚的腸子 對 魚的腸子這麼貴 好 剛剛切成丁了 切成一小的丁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再把所有的炒過 把它全部都丟到鍋子裡去炒 對 有沒有順序的問題 有 像薑 蓬蘿蔔跟芹菜要先下鍋去炒 好 當然你要加一點油 對 油下去 油加進去之後呢 加 再把這些薑 薑 適量的薑 對 紅蘿蔔 紅蘿蔔 然後芹菜 芹菜 加下去之後拌炒一下 對 拌炒 然後最後再加慢波魚對不對 對 好 這時候拌炒完了之後呢 把慢波魚加進去 一樣就是拌炒拌炒之後 慢波魚要炒到怎麼樣 慢波魚要炒到變透明的 你剛剛看是白色的 對 炒久了之後它會變成全透明的 那個時候才是熟了好了 你知道慢波魚其實蠻酷的耶 因為我們平常去火鍋店吃火鍋的時候 有一些火鍋有慢波魚 然後你要注意喔 你要用一個這個籠子把它裝著 因為你丟進去之後再過一陣子之後 它就化為無形了 完全看不到 對 就是一樣的道理 等到它變成透明透明 像果凍一樣就可以吃了 沒錯 沒錯 然後加入適量的鹽 是 醬油 適量 是 好 再加入一些米酒 米酒 一樣拌炒 最後換要起鍋的時候 再加一點醋 OK 去提一下它的味道 對 它就會有一點點酸酸的感覺 好的 就會變成大概這個樣子的顏色 感覺好像果凍 很像果凍 對啊 因為它的膠質炒完之後 它的膠質都跑出來了 對 它黏黏稠稠的 對 會有一點黏黏的感覺 很像果凍的感覺 對 會有一點黏黏的感覺 天啊 好多膠原蛋白喔 好想吃喔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接下來就是要把它捲起來 嗯 接下來你就要利用剛剛弄好的小黃瓜 對 像我這邊已經有好的了 對 所以我先 你可以在家裡 用一個保鮮膜 墊在砧板扇 我有100個 這樣鋪在砧板上面會比較好弄 嗯 然後將你剛剛片好的 不是 我有 小黃瓜 對 一片一片一片排成這樣子 就疊起來就對了 對 一片接著一片疊 一片 就會疊成這樣 是 你幫我把這個弄在這個上面 好 這樣鋪在這上面 沒關係 鋪完之後呢 就要把它捲起來 嗯 小黃瓜放的是直的 然後直的層層疊疊疊疊 疊起來之後 把剛剛炒過的料 把它放在小黃瓜最底部的地方 對 然後再利用保鮮膜把它包起來 對 嗯 就像這樣 是 然後你可以稍微前端的時候壓一下 壓一下 嗯 然後拉起來捲 喔 好漂亮喔 嗯 再往前捲 萬破魚本身它是有黏性 所以它其實就會這樣黏起來 黏黏了 對 好 捲到底 我怎麼覺得看美女做菜感覺好療癒喔 對不對 妳剛剛做菜感覺很療癒 就這樣輕輕柔柔的啊 然後你看 好 好 捲好了 你可以稍微再壓一下 再壓一下 對 壓一下變這樣之後 把兩邊頭尾切掉 好 切掉之後呢 然後中間切一刀 嗯 這裡 然後 然後感覺好療癒 怎麼感覺好療癒 所以小朋友 不可以拿刀 那為什麼會有用 好 中間給它切一刀 這刀不太利喔 好 好 OK 好 再把它這樣 謝謝沒關係 弄好 立起來 對 立起來 就完成了 你看看 哇 很漂亮耶 好漂亮喔 對 這個中間不是有 還有一些洞嗎 對 你就把它 補起來 剛剛的 對 好漂亮喔 它補在那個上面 哇 好美喔 哇 兩位做的都很像BingGirls 對不對 剛剛有 就完成了 很漂亮耶 這裡有 所以我們剛剛後面已經有裝飾好了 對不對 對 好 我在看電影 很美 很美 天啊 果然美女做出來的菜就是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 好 這就是曼波魚卷對不對 曼波魚小黃瓜卷 對 以理分析一下這個的營養成分 其實它今天用曼波魚 它是屬於熱量比較低一點 因為它富含膠原蛋白還有DHA 所以其實它本身蛋白質也豐富 很適合比如說現在有些 假日會帶小朋友去運動 對 然後或者是說小朋友跑跑步之後回來 其實可以補充蛋白質 所以其實它這一道 可以讓小朋友促進腸道的蠕動 然後又可以有蛋白質幫助生長 我覺得小朋友倒是真的 不只是下韭菜可以吃 媽媽是一邊吃下韭菜 小朋友也可以吃這個 因為其實也可以補充水分 跟所謂的膳食纖維補分 也滿好的 我們真的要跟Model學習耶 因為Model晚上要不就是吃這種 要不就是吃你飲品那種 下韭菜熱量都滿低的 對啊 下韭菜熱量都好低 都不吃什麼鹹酥雞對不對 像這個適合配什麼酒 其實啤酒也是不錯 啤酒也是不錯 啤酒熱量很高 要不然配個什麼清酒 清酒應該滿不錯的 好 兩位美女都是做色香味俱全的料理 到底小朋友會買誰的單呢 接下來就到了我們的評審時間 好 今天影評帶來的是 小黃瓜優格麵包PK的 林恩的曼波魚黃瓜捲 到底誰會獲勝 交給四位小小評選囉 好的 好 我們先吃那個曼波魚的好不好 那個小小碗的 像果凍一樣一用喔 吃吃看 好吃 吃完了就覺得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耶 OK 那個肉影幫姨佩姐吃一下好不好 好喔 我不敢吃 不可 這個很好吃耶 你一吃就愛上好不好 要 好吃嗎 Steve 好吃喔 好 好 就是對小朋友來說好像果凍一樣 果凍一樣 這個是果凍嗎 對啊 小小口的 好 我們等一下 小朋友都不喜歡吃菜 好 那你吃一小口就好了 好了嗎 好了嗎 不想吃菜 我會不會吃 我整道料理都是菜跟魚 好 接下來我們吃麵包喔 好不好 Steve你可以直接用手拿 整個拿起來吃 這樣子比較好 直接用手這樣吃 我們要從小教導小朋友什麼叫finger food 讓他們以後 早上去參加派對的時候就會知道 來給我個finger 再來給我tacktail 他直接吃完了 他直接吃麵包不吃醬料 有啦 他有吃啦 有啦 你吃過 那你趕快把肉汁都上去給他吃那個醬 這個 沒有辣辣啊 沒有辣辣的 沒有辣的 這個不是wasabi 這個不是wasabi啦 對 這香香的優格 對啊 沒有辣辣 有辣辣 怎麼那麼特別 沒有辣 你看 小朋友就是這樣子 一個說辣全世界也都說辣 對 好 Steve覺得好不好吃 辣辣 好吃是不是 好 OK 搭豆吃囉 很好耶 你掉了啦 你掉了啦 沒有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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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醬醬辣辣的真的假的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太吃辣的了 因為他加了那個黑胡椒 他說醬醬辣辣的真的假的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太吃辣的了 因為他加了那個黑胡椒 裡面的一些黑胡椒 對… 因為黑胡椒的話我覺得這樣味道比較重一點點 我喜歡那個耶 我喜歡那個 就大人適合小孩子可能就 對 那我們請伊里幫我們預測一下 因為其實我吃這兩道啊 我覺得味道真的有一點差 第一個就是那個曼波魚啊 其實它是入口即化 而且其實它很清爽 你會覺得一口再接一口 但是它真的滿適合大人的味道 大人的味道 而且它的營養價值其實就是 因為它魚本來膠原蛋白就很多 對 所以其實還滿適合女生媽媽 其實在家 如果偷偷想要吃宵夜的話 其實可以只做這一道來吃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其實我覺得另外一道那個 用那個麵包做的 它的醬料真的可以學 因為我剛剛一吃的時候 我跟一佩一吃覺得幾位天人 真的 我覺得我今天晚上要去做那個醬料 因為太好吃了 而且它熱量又很低 然後它本身又有點鮪魚 但是如果小朋友不喜歡吃鮪魚 其實我覺得那個醬料也可以用海鮮 比如說用蝦子啊 就是用一些海鮮類的 雞肉也可以 對 我覺得倒是加海鮮類 雞肉類其實都滿搭的 因為它那個醬料不搶味道 我覺得觀眾朋友 一定要把影評今天做的那個醬料 把它選起來 因為那個醬料非常 真的非常好吃 是我目前為止沒有吃過 那樣子搭配的醬料 對 我不曉得說小黃瓜也可以跟優格 對啊 我也不知道 然後跟蒜頭共和搭配 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結果想說可以嘗試看看 沒想到一弄起來 味道很重 像是每次來我們節目 都做骨汁雞料料 就是像都是要用骨汁雞料理 對 骨汁雞達人 接下來 若瑩妳先來投好不好 那邊是麵包喔 那邊是那個捲起來的喔 好 來 請投票 她投麵包一票 好 接下來換Rachel 她們怎麼吃完都會 吃完便很有力氣 不是 她們整個有力氣 有一些有力氣 有一些你整個放空空 好了喔 我還沒消耗 右邊是那個麵包的喔 左邊是那個捲起來的 好 那請投票 大家不要 Run 她投得半鍵一票 因為剛剛吃她覺得 對 她覺得好吃 好 OK 換Jaspine好不好 好 爛牌 而且她不知道要投誰 她整個在思考 妳是不是不知道投誰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兩個都很好吃嗎 可是妳知道世界是殘酷的 比賽是殘酷的 一定是幾家歡樂幾家醜 所以妳一定要選一個 好不好 好 雖然我現在講的你都聽不懂 但妳長大就會知道了 好 來喔來喔 請投票 很可愛 好的 所以現在是 她現在看著這個一眼耶 對 所以現在是凌恩獲得了兩票 真的耶 對 好 最後 壓軸讓Steve來 他其實他最乖 他兩個都吃不吃完 而且他兩個都吃完很難猜測 因為其他三個小朋友 他們都吃了兩集 對 好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右邊是那個麵包的 好 來 請投票 好不可惜耶 真的耶 你們好大人喔 大人的味道 我還滿意外的耶 因為我以為小朋友會喜歡 因為小朋友都喜歡這個會贏 但是因為可能他的黑胡椒 對小朋友來講還是有一點刺激 所以如果在家做 可能小朋友就不要加黑胡椒 就是鮪魚裡面不要加黑胡椒 好 不過今天呢 雖然是一個比賽啦 但是其實勝負沒有那麼重要 重點是我們告訴大家說 小黃瓜有很多處理的方式 不見得說 你只能用小黃瓜涼拌 如果媽媽在家 想要變化不同的東西 讓小朋友吃 重點是 雖然今天影評沒有獲勝 但他的那一道料理 大家真的要學起來 太厲害了 是我喜歡的 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伊玲